187 太陽報 任天堂上尼增合制遊戲機成真寶 2015年7月8日國際A24 綜合外電報道上尼和任天堂兩大電玩界巨馬如今世成水火 新一代機迷未必知道 原來這對宿地增短暫合作研發遊戲機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名男子 早前在父親的雜物中 驚見這部上世紀九十年代稀世珍保任天堂PlayStation 全球相信僅如下這一部 200部用版機被銷毀機迷迪博爾德在父親於廢城家中 發現這部絕無僅有的遊戲機 這件古物包括主機及手機 前者印上PlayStation商標 後者的背面黑有淫天堂字樣 證明這段開發史確有歧視 不過迪博爾德只父親曾與尚尼的行政總裁工作 故得到這遊戲機 原來尚尼和任天堂爭於九十年代初合作 研發出兼容兩間公司的卡大式畫光碟遊戲的夢幻機種 並製作200部樣版 可惜合作最終告吹 任天堂PlayStation亦無緣滅勢 讓版機亦被銷毀 早前一刻未開封的任天堂遊戲 2餘27萬港元成交 網民估計這珍稀遊戲機價值會更高 看電池 第一次的工程 第三次改raf 電池 雹 雹